請教你你五月份的時候是什麼靈感 你為什麼覺得這件事情 你要來做一個救生爆發 我說你們怎麼給這樣容積 因為我懂建築 你知道我算一算你會昏倒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銷售金額多少錢嗎 8萬多瓶 一瓶200萬 銷售金額多少錢 1500億 那今天8萬多瓶 一瓶用40萬來蓋 是不是用掉320億 他賺1000多億 比我們台北市一年的 市政府的地方自酬財源 1100億還多 那八嫂章宇 頒過這個案子叫黃大洲市長 然後是他的董事 劉德勳是他的董事 然後這個朱雅虎 退下來一個月給他50萬 這個是好農民的哀將 因為他手挖腳過來 他是殯儀局局長退下來 結果他去當頂月開發的董事長 他懂開發嗎 不懂一個月給他50萬 那個還有那個啊 那個那個 吳什麼吳順明 他是政工程師 然後我們這個政府是無法無天 我跟你講這樣會亡國滅走 我講一句 我怎麼講這麼重的話講一聽 我們連議員都不可以去聽 都委會開會不行 議員不能進那個 特別專案的那個案子 個案的 他竟然這個吳順明 帶著審慶金 然後還有 你講話要注意一點 我以為我們這是Live的節目 帶著審慶金 然後到為了要通過 那到都委會去 拍座罵人耶 你覺得台北市會不會亡掉 讓財團老闆本人 然後以前的副總工程師 後來領這個進化成的錢 掛名在印小微叫吳順明 這關鍵角色 然後教訓他的學弟學妹 然後帶著審慶金 到都委會去踢館要求提高容積 你都連我台北市政府該不該關門 如果我們不阻擋出來的話 就倒了嘛 有什麼土地正義 無法無天這些人 可恨自己 好做了這些事以後 然後有功的 該開除的 該以送法辦的 竟然身為 幹嘛 身為都委會執密 然後奉公守法的劉秀林 竟然扁路冷宮 到底在幹什麼 這些沒有一點慚愧之心嗎 對台北市這些人 好有關於柯文哲今天被羈押了 那小平哥我想要請教的是 因為其實我相信你今天 你也在等這個結果嗎 你剛剛是特別揭示你的釘床的部分嗎 你說怎麼樣 經常我訂了嘛 然後不用滾了嘛 那訂金沒收嗎 我不要了 訂金多少錢 訂金五千塊 真的有 現在有人在做釘床這種東西喔 可是不能 不是像 還是你有特別交代說要磨盾一點 他只是把他們家的門拆下來 釘子而已 好 是這樣的 小平哥也非常關注這個議題 而且呢 他是在五月份的時候 五月二號你就去告發有關金華城這個案子 那因為昨天抗告成功 其實他這個理由當中呢 有一段我們不就細節 但是呢 他說原審的這個 就是法官 就檢察官所提出的全部示證 沒有特別的綜合評價 然後就認為說罪嫌不重大 他認為這個不妥啦 那相信你手邊也其實有非常多資料嘛 你今天看到柯文哲被羈押禁見 你是不是一整天在推論的時候 心裡有個底了 有底啊 我跟你講 好 我就講 簡單講一個重點就是 他不承認說我都不知道 而我現在提出的證據 也被那個積壓庭的法官提出來問他嘛 他也假口無言 我相信 我說阿伯嘛 對 第一個 當初前面的我講幾 那個驚訝一點 假章 我要把他講清楚在你節目好不好 我就假章要花很多時間講 不會 20秒就講清楚了 很簡單 那我簡單講就到2021年的10月的時候 是不是20%的榮獎 30%榮譽都通過了 就是等於功德圓滿了嘛 然後多了500億 這個進化成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老議員知道一些內幕 他到處去抱怨 那個彭富 彭震生 彭震生到處去抱怨 彭震生說 說要他蓋章啦 我跟你講彭震生這一輩子在 在這個市政府當了四年的這個副作 他有兩個身份 至高無上的身份 第一個叫做這個都委會的主席 所有委員都他聘的 對 是他聘的還是柯文哲勾的 那個你欣甫 我想法定職責 那第二他就是主管全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都發等等 他叫公務副市長 他最精手 多少案子 200多個案子 柯文哲多少案子 零 最後剩一 就這個案子 他其他都不管就管這個案子 市長沒有在管這個 這個這個都委會 都審給多少容積 沒有在管這個市 都是公務副市長蓋的決心 對 他不蓋 他說我要辭職 你說彭震生不蓋 而且他說我不想做了 我要辭職 我欣願辭職 我都不要 因為是不是 介入這個事情 是不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審刑金 那個他受審刑金之拖 柯文哲市長 要彭副市長蓋這個章 彭副不蓋 我寧可辭職我也不蓋 我會坐牢嘛 他怕 然後那這樣 那商量argue結果很不愉快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樣 哲宗 我繼續做副市長 然後呢請你那你同不同意你放在我抽屜 我們有我們有三個副市長 第一副市長叫 叫彭震生 第一個叫做那個那個蔡炳坤 第三叫黃珊珊 市長假張蓋下去 就是市長蓋章 然後只能放在第一副市長的抽屜裡 那時候市長你讓不讓我蓋這個章 你蓋章我才辦 他說好你去蓋章 他蓋下去 假章 他說其實彭震生當時因為被逼著 一定要處理這件事情 已經精神壓迫到 不做了 因為會出事嘛 你說他是辭職其實不想幹了 然後後來呢 就說什麼抽屜裡面有怎麼樣 有什麼東西 第一副市長 一定有一個叫做 是那個柯文哲市長的假章 就是這個假章 寫個假有沒有看到 對 那這蓋的話就如正清零 就等於市長蓋章 可是一定要第一副市長蓋 當然他蓋章 但是我蓋的是我拿的假章 我蓋的時候市長知不知道 當然一定要講過 我不要開玩笑 對不然我亂蓋 那就是柯文哲就背黑鍋 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子做的好不好 這假章就這樣 叫概念 這叫假章 簡單講 假章的概念就是 先問市長蓋不蓋 好你去蓋 這個第一副市長 彭震生 公務副市長 彭震生才敢蓋好不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講個靈魂人物 叫做 這是很悲哀的 你知道七月雙六月許 我再講第二條給你聽 人事的事 這個叫這個紹秀佩 是配合的 紹秀佩開成先起後 因為他是 都發局的這個局長 是不是叫做黃錦茂 對不對 那然後呢 副市長叫許阿雪 許阿雪從頭抗命 還辭掉了 因為副市長一定是 都委會委員之一 我先打斷你一下 因為你提紹秀佩 我覺得那個脈絡 其實還是要從昨天的 那個抗告的文件來看 我們看 這邊講說 一被告 彭震生 跟朱圈圈 朱圈圈是誰 朱雅虎 所以被告彭震生 跟被告朱雅虎之共稱 還有證人 少秀佩之證稱 有沒有 在佐以朱雅虎跟 易小微相對的 相關的對話記錄 還有扣案被告 柯文哲的隨身物品 記載的內容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樣子去判斷 彭震生是不是講了 對柯文哲不利的話 是 朱雅虎是不是講了 對柯文哲不利的話 對 再加上這個邵秀佩 也講了對柯文哲不利的話 那為什麼邵秀佩 他是第三號人物排序 因為除掉許阿雪 因為他抗命嘛 所以他叫正工程師 他做什麼事 他作為那個公務 那個公家單位 對公家單位 因為都發局是決定了 要不要可以讓你用容積 而執行秘書 當時叫 當時叫劉秀 劉秀玲 執行秘書就安排開會 對通過就是兩個概念 那叫做公家對公家 就整個容積多了500億嘛 好 那劉秀玲從頭到尾抗命 對 他下場咧 下場 到阿北 快下台了前兩個月 把劉秀玲執行秘書 是一年省上千億的案子 多重要啊 好 說他被發配邊疆了嗎 到副秘書長 市去當一個參試嘛 就是一腳踢到冷宮去 我們希望 這樣的正直的公務員 請在都發都記方面 請李四川 請蔣灣 請他回來 做這個原來工作 而我要求 邵秀佩 請他離開 這個 這個都委會直密的工作 邵秀佩是講 是強 層上 起下 關鍵樞紐的角色 他是正工程師 那所有的他 他的承辦 他做了一件偉大的事 你知道嗎 便當會完了以後怎樣 怎樣 怎樣 那個 第四方案 什麼任性城市 移居城市 用這理由多了20%有沒有 跟性城市智慧城市 跟移居城市 這三個方案 又增加了20%的容積率 就是金華城的原版資料 一字不改 送進去 送給誰 送給邵秀佩 他拿到大會討論的 所以你說這個方案是 是他的腦袋裡面 產生出來的 是 是這樣子的 他跟金華城研究的 那第二 再來 那邵秀佩 那他本來是不是正工程師 然後一跳 跳到什麼位置 跳到執行秘書 在2022是不是 阿伯下台 講完上台 對吧 12月24號交接嘛 25號交接 然後然後呢 交接前兩個月 就是前兩個月 10月19號這一天 然後做了一個 非常可恨的決定 柯文哲跟彭正 就是把 把這個疑似被告 然後中間 呈先起後 那這樣的靈魂人物 而讓500億 進了財團口袋的 那我請教你 你5月份的時候 是什麼靈感 你為什麼覺得 這件事情 你要來做一個 我要追問 我說你們怎麼 給這樣容積 因為我懂建築嘛 你知道我算一算 你會昏倒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銷售金額 多少錢嗎 8萬多瓶 一瓶200萬 銷售金額多少錢 1500億 那今天8萬多瓶 一瓶用40萬來蓋 是不是用掉320億 他賺1000多億 比我們台北市 一年的市政府的地方 自仇裁員 1100億還多 那八嫂張宇 頒過這個案子 黃大舟老是市長 然後是他的董事 劉德勳是他的董事 然後這個豬雅虎 退下來一個月給他50萬 這個是好龍命的哀將 因為他手挖腳過來 他是殯儀局局長退下來 結果他去當頂月開發的董事長 他懂開發嗎 不懂一個月給他50萬 還有那個 吳順明 他是政工程師 然後我們這個政府是無法無天 我跟你講這樣會亡國滅總 我講一句 我怎麼講這麼重的話講一聽 我們連議員都不可以去聽 都委會開會不行 議員不能進那個 特別專案的那個案子 個案的 他竟然這個吳順明 然後帶著審慶金 然後還有 你講話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們這是Live的節目 帶著審慶金 然後到為了要通過 那到都委會去 拍座罵人 你覺得台北市會不會亡掉 讓財團老闆本人 然後以前的副總工程師 後來領進化成的錢 掛名在映小微叫吳順明 這關鍵角色 然後教訓他的學弟學妹 然後帶著審慶金 到都委會去踢館要求提高容積 你連我台北市政府該不該關門 如果我們不阻擋出來的話 就倒了嘛 有什麼土地正義 無法無天這些人 可恨自己 好 做了這些事以後 然後有功的 該開除的 該移送法辦的 竟然身為 幹嘛 身為都委會執密 然後奉公所法的劉秀玲 進來扁路冷宮 到底在幹什麼 這些人沒有一點慚愧之心嗎 對台北市這些人 倫敦 從未到5月的 都在大樓旅夏天 他最好 綜藏 其他人 從未到7月 到√ 那大樓旅 回到4月 回到44月 申請 馬大旅